跑步很容易患上跑者的失誡 奔骨的基建反覆受到壓力 進而導致發熱 並且會產生膝關節痛 嗶嗶嗶聲 又或是上樂樓梯的時候 會無力甚至是痛 大家好 跑步相信是大部分運動員 必須做的訓練內容之一 無論甚麼年紀也好 大多數人在跑步訓練當中 也會遇到膝蓋不舒服的情況 尤其是在高強度訓練中 關節經常會受壓力和磨損 究竟有甚麼方法 可以維持關節的健康呢 跑步很容易患上跑者的失誡 奔骨的基建反覆受到壓力 進而導致發熱 並且會產生膝關節痛 嗶嗶聲 又或是上樂樓梯的時候 會無力甚至是痛 所以除了每次跑完步 做一些適當的伸展運動 和休息之外 亦可以補充一些關節補健產品 其實不只經常做運動的人 需要留意自己的關節 會隨著年紀漸大 加上長年類的關節活動 關節的軟骨 便會隨之消減或磨損 跟大家介紹 MOOFREE有三款的關節配方 全部美國製造 包括四合一特強關節配方 五合一特強關節配方 還有七合一補骨肩肌關節全效配方 那怎樣分辨你適合哪種配方 假如你的關節卡卡聲 要長期用電腦 平時又不多做運動 又或只會偶爾做低強度的運動 像行山、散步一樣 那你就要保持關節的日常保養 四合一特強關節配方 就最適合你了 它含有葡萄糖胺 透明質酸 UNIFLEX和軟骨素 假如你的關節卡卡聲 平時長時間要站 會定期運動 而且喜歡做一些高強度的運動 例如跑步或球類活動 你就需要加強保養關節 而五合一特強關節配方 還加了MSM 有助骨膠原形成 令到軟骨重生 假如你有持續運動習慣的運動狂人 你需要全面行動力 終極七合一補骨、健肌、關節 全效配方就最適合你了 加上鈣和維他命D 可以全面強化骨格 肌肉、關節,促進行動力 如果還不知道怎樣選擇 又想長期維持關節健康 可以考慮四或五合一的特強關節配方 含有UNIFLEX成分 臨床精神,14天起改善關節不適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葡萄糖胺產品 有些就加入了Omega-3 或者只是加入MSM MOOFREE的成分就非常全面 針對關節問題 99%的受訪用家就說 在服用MOOFREE之後 關節的狀況是比服用前好 大家記得趁早保護關節 給身體一個健康的未來 我是吳家謙,一個運動愛好者 用我的專屬優惠碼 可以享用買一送一優惠 立即購買適合你的MOOFREE 益節關節配方 賠優惠碼 賠優惠碼